我自生来便是个企儿 不知是傅家小姐犯了错 还是青楼昌鱼倒了霉 总之是有了我 活着其实很容易 但一直活着不容易 做企儿更是不易 京城有多少乞丐呢? 官府贴了告示 可我不识字 街角带写书信的秀才说 有三千多人 那些人 大多是各地的流民 朝廷要打仗 官府就征税 地主在收租 百姓交不起 便只能逃 京城复述 治安又好 谁都想来逃口饭吃 原本像我这般的企儿 坐在街角绊绊可怜 再拦着路过的小姐少爷说两句极力话 也能将就活下去 但如今 京城的企儿太多了 好饿呀 我想 我不要做乞丐了 若是不想做乞丐 要怎么活下去呢? 我想来想去 去了城东的衙行 这里常有富贵人家聘妾或是买卖女史 人衙子成堆 可毕竟即便是在富贵人家当个烧火丫头 也要家世清白 那些衙婆 又哪里会瞧得上我? 我从日出等到日暮 始终无人问津 直到月亮高悬时 有个婆子哭丧出声 早不跑晚不跑 怎么偏就今日跑了? 那极策上都是定好了人数的 如今缺了一个 我可怎么好交差 听着 像是原定好 要卖进府的丫头逃跑了 我赶忙凑上去 娘子 你看我成吗? 那婆子打亮的目光落到我身上 我既局促又紧张 来之前 我特意去护城河边洗了个澡 又将平日里涂满锅灰的脸蛋 洗了个干净 现在 我应该也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吧 可她的目光 落到我豁口的草鞋 和破烂的衣衫上 摇了摇头 不成 我不要赢钱 那也不成 哪里能要乞丐 我垂下头 有些丧气 却听见有人凑到那婆子耳边道 乞丐还不好 无父无母的好拿捏 便是顶了那空缺 也没人知道 再说 那卖身前起步就是 那婆子渐渐动了心 两人合计一番 将我塞上了马车 以后你就叫秋果了 秋果 秋果 秋天的果实 这名字 听者就让人觉着圆满和甜蜜 从前旁人都是叫我企儿 如今我终于有名字了 马车摇摇晃晃 并未走多久 就停了 同行的几个姑娘 都是穷苦人家出身 没坐过马车 下了车 三五成群 吐成一片 我肚子里空荡荡的 什么也吐不出来 头昏脑杖间抬起头 竟瞧见巍峨的宫门 我们竟是要被卖到宫中 不等我们反应过来 宫门已经打开 里头走出个面容冷硬的嬷嬷 那牙婆谄媚地将极侧递到她手中 一共十五个 劳嬷嬷清点 嬷嬷未曾给她半寸目光 那双又冷又立的眼睛在我们几个身上轮流打亮 手中的极侧勾勾画画 盖上章的瞬间 牙婆的心也落了底 还不快跟着嬷嬷走 我跟你们说 日后在这宫中可得仔细着 若是得罪了主资 丢了小命 谁都保不住你们 牙婆尖锐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宫门河上的最后一刻 我瞧见天边出生的红日 像是醉香楼里那颗咕噜咕噜滚到我脚边的鸭蛋黄 我扎巴扎巴嘴 回味了片刻 转身踏上了那条长长公道 从万人嫌恶的起儿 变成巍峨皇宫里的宫女 这一年 我九岁 长师的嬷嬷挑挑挑挑挑 生得俏丽会来事儿的 都被拨去了东西六宫伺候 而剩下的 像我这般木讷又寒酸的 便给了换衣局 临近冬日 井水刺骨 木盆里的衣服堆成小山寺的 那些个贵人主资的衣裳 自然是轮不到我来洗的 身旁堆山马海的 都是些太监的衣服 散发着酸臭 叫人作呕 可也不得不喜 我目着身子从天亮洗到天黑 洗完时 十根手指已经肿成了萝卜 晚饭的吃食早就没有了 连碗底的菜汤都被蘸得干干净净 桌上更是一厘米都没有 没想到做企儿不易 做宫女更是不易 月光落到身上 像是披了层血衣 寒衣自指尖扩散到头顶 又弥漫到心底 最后回笼到胃里 我连哭都没了力气 换衣局的宫女 都是睡大通扑的 一溜过去 整整齐齐一排 我寻了个没人的被窝 缩着身子钻了进去 泥泥凳凳还没睡着 屁股上便挨了一竹篱 宫规第三条 宫女入睡时须侧卧而眠 张着腿 像什么样子 赵嬷嬷半边身子引在黑暗中 像是恶鬼罗刹 我这才发现 原来那些宫女 竟都是侧躺的 于是颤颤微微捂着屁股 老老实实侧了过去 赵嬷嬷冷哼一声 寻视了半嗓 方才离去 可侧卧有侧卧的难处 原本仰面躺着时 饥饿感还不甚明显 一旦侧过身子 干瘪的肚皮塌下 挤压着发出老牛式的轰鸣 窗缝里露出的一角月亮 越看越像白玉膏 树梢助力的那只小鸟 烤起来一定很香 我迷迷邓邓睁遮遮眼 也像只眼冒绿光的恶狼 直到下一瞬 有东西塞到口中 凉凉的 硬硬的 甜甜的 牙关一紧 咬下一口 呀!竟是快冷馒头 旁边的姑娘无奈看我 说话的声音比蝉鸣还微弱 吃了就赶紧睡 别再把口水流到我这边了 我转头一瞧 枕筋皱疤如湿的 像是被尿过的床 有些修难从心底升起 但好在胃里不再空荡荡 那姑娘叫宝珠 坐着替东西六宫宫女送去衣裳的差事 宝珠入宫时间长 在赵嬷嬷面前也有几分脸面 眼见着我日日衣裳都洗不完 岂先她只是帮我留些残羹剩饭 后来 她看不下去了 去了赵嬷嬷房中 出来时 眉眼间颇有几分自得 我同赵嬷嬷说了 日后你便不用替那些太监洗衣服了 只洗宫女的衣裳即可 说这话时 宝珠语调平平 仿佛是在说什么极平常的小事 可我分明瞧见 她耳边的那对珍珠耳坠不见了 洗宫女衣裳好啊 又干净 又省事 不像那些太监衣裳 洗过三遍 还要投过三遍 我的日子变得松快起来 每日里也能赶上饭点了 宫中规矩多 差事也多 但唯独饭时尚 极其慷慨 宫女们八人一桌 两婚两素 米饭管饱 这跟宫外乞讨的日子相比 简直是神仙日子 我顿顿都吃得度远 宝珠起先还紧着我吃 后来乔者不对劲 怕我饥食 便一顿只许我吃四个馒头两碗菜 除了洗衣裳 赵嬷嬷开始允我去做些旁的差事 譬如 同宝珠一同去东西六宫送衣裳 皇宫很大 各宫美人嫔妃 皆被安置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宫室里 我们这样的身份 是不能进去的 只能在二门口候着 等着外院的二等宫女锦欣来取衣裳 锦欣见了我们 极高兴的模样 那双束手在叠好的衣裳里一顿翻腾 待摸索到什么 方才满意地笑了 没错 就是这个她解开荷包 取了粒碎银子给宝珠 你差事做得极好 日后我的小姐妹们若是有什么想要的 我便再来寻你 宝珠捏着银子 含笑看着紧心离开 那衣裳里是什么 我有些好奇 宝珠警惕地转头张望了两眼 方才神神秘秘地凑到我耳边 那是条批驳 我平日无事时 也会做些绣品 赚些外快 半月前 锦欣便同我要了这东西 批驳我是知道的 往日在长街乞讨时 我见过春风楼里的花魁跳舞 那松松垮垮坠在腰间 迎风飘逸的布条 就是批驳 可锦欣是个二等宫女 虽然体面 但平日里到底是要伺候主资的 批驳那东西滑而不识 他要来做什么 我更好奇了 宝珠将银子装进荷包 转头瞧了我一眼 那目光似是惋惜 似是欣慰 在这宫里 有些东西不懂 或许也是好事 宫道常常 宝珠先行在前 仿佛石途老马 我抱着衣裳追赶在后 升平头一次 学会了闭嘴 冬去春来 夏去秋拜 我已经在换衣局洗了三年的衣裳 原本豆芽式的身板也渐渐抽长 面黄肌瘦的脸上也显出几分好模样 我也渐渐变成了个还算拿得出手的大姑娘 宝珠做的一手好绣品 这几年 来寻她的宫女越来越多 除去给赵嬷嬷孝敬的银子 她已然攒下不少提及 月光下她一遍遍的数 眉眼中闪着燕足的光 待我出宫 我一定要用这银钱开家馄饨铺子 再养个翘狼君 生个胖娃娃 和和每每过一辈子 宝珠已经拾久了 若按宫归 六年后 她便能放出去 她六年前进宫 早不知宫外是何模样 我想起流民遍地的京城 又想起那只破瓷碗 口中的词句吞吞吐吐 到了嘴边 只剩下一句捏捏的 我可不想出宫 宫里虽要当差 可到底能吃饱穿暖 若是再放出去 指不定就是饿骨一堆了 宝珠很奇怪 你不想你爹娘吗 爹娘 这两个字与我而言太过陌生 即便是说书先生口中的猴子 都能对着石头喊声娘 可唯独我是没有的 我自幼在烂泥里挣扎求生 若非说有 那热气腾腾的馒头便是我爹 香气鸟鸟的肉汤便是我娘 可惜那般的神仙滋味 我也只有在赵家公子成婚时摆流水席 才尝过一次 我这样的人 注定是没有父母缘分的 猴头莫名有些艰涩 我低下头沉默半赏 又问他 宝珠姐 留在宫中不好吗 宝珠数银子的手一顿 愣住了 宫女的出路不多 若是不想出宫 那就更少了 要么是运气好 被哪个妃嫔看重 拨去贴身伺候 若是娘娘命长 做宫女的便也能跟着平安顺遂 可若是娘娘命短 那便只能自求多福了 当然也有好的去处 那便是像春华宫的锦心一般 玉花园雪中一舞 得圣上亲眼 直接被封为美人 夜风浮动 辽伯在心上 叫人发痒 宝珠凑到水缸前 临水自照 泛起涟漪的水面上 映出一张翘生生的脸 眼若秋波 纯似樱桃 分明是一张不可多得的美人面孔 可那美人眉心微醋 摇了摇头 秋果 我不愿留在宫中 那荣华富贵 瞧着眼热 可指不定哪日 就跌落云端了 与其要那费尽心机得来的锦衣玉食 我宁可要高枕无忧地顺心随意 恰巧一只蚂蚱跳入水缸 惊起一阵涟漪 方才以你生姿的美人面孔 早没了踪迹 竟花水月 不过一场空罢了 却没想到 宝珠一语成衬 第二日 宫中就出了大事 前不久 刚被封为美人的锦衣 死在了自己宫中 那树在梁上的 竟是宝珠做的那根披薄 宫里人人都说 锦衣是自意身亡 皇后未凭流言 请了武座院的人来验尸 那些武座们 在重洗殿进进出出 伺候过锦衣的宫女们 也都被传唤进了慎行司 如此反复折腾了三日 方才查出真相 原来 竟是宝庆殿的徐才人 极度锦衣得宠 便在锦衣的饮食中投了毒 又做成悬梁自意的模样 可他不慎将自己的丝帕 落在了重洗殿 这才露了马脚 皇后下旨 将徐才人打入了冷宫 又命内务府 替锦衣发了丧 宫中人人皆赞皇后娘娘 明察秋毫 宽人待下 可谁也不曾瞧见 锦衣的尸首被草席一卷 便随意拉出门去了 那些太监三三两两 嘻嘻哈哈 谁也不曾露出半分哀气 宫里贵人主资这样多 不过是死了个美人 有什么打紧的 宝珠害了又害 当天夜里便发起了高热 赵嬷嬷怕她染了病给旁人 便拨了尖堆衣料的杂访 给她赞助 宫女生病 是没有汤药的 我打了盆水 一遍遍地拧着帕子 昏黄的烛光下 宝珠的脸 苍白如纸 她拉折我的手 又惊又愧 是我害了她 若是我没有替她做那条披驳 若是她不曾在御花园舍命义武 若是她不曾被圣上看重 若是我按下她站立的手 轻轻摇头 宝珠姐 这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锦馨的错 这宫里 向来是吃人的 她低下头 终是乌叶乌叶地哭出声来 宝珠哭了一场 病是缠绵起来 第二日 竟是连床 也下不了 我想了想 去了赵嬷嬷房中 恭恭敬敬地将银子递到她面前 如今宝珠姐姐病着 还请赵嬷嬷祝一二 不要将她赶去永下 我是见过宫中处置那些久病缠身的工人的 因着怕传染给主资贵人 便一律赶到永相中任由其自生自灭 那银子不多 却足以让赵嬷嬷弯了眉眼 她单只勾起那只锦带 你这蹄子 倒是有些情义 不过说好了 我只宽限三日 若是三日后 她病还没好 哼 那便怨不得我了 我忙不迭叩头谢恩 可我心中也晓得 必定得让宝珠的病快些好起来 每日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差事 我还要替宝珠去东西六宫送衣裳 那些从前晦涩难记的路 我如今早已熟忍于心 有时运气不好 会遇见副总管李瑶 她生得一副三脚眼 看人时总滴溜溜地转 尤其是总爱在宫女身上流连 我素来是不爱搭理她的 但今日 她叫住了我 哟 这不是换衣局的秋果吗 今日怎么没见宝珠 宝珠姐姐病着 便由我来送衣上了 我后退两步要走 却被她拦住 病了可不好说 有人是一碗汤药的事儿 有人却是一卷草席 同人不同命啊 我心中一喜 眼中闪着西季的光 李公公可是有法子 李瑶是管东侧门杂役出行的 若她愿意 进宫的货物里 夹带一贴药并不算什么难事 她嘿嘿一笑 法子也不是没有 只是我这些日子当差辛苦 有些脏衣裳攒了又攒 不知秋果姑娘可怨 我喜 李瑶将我带回了太监武房 正是交班之时 廊下人来人往 她将木盆哐当一声丢在地上 几件衣裳披头盖脸地砸到我身前 我拿起来 才发觉 那竟是几条沾着惠物的谢库 你若是将这些衣裳洗干净了 我便考虑考虑 替你寻衣贴药来 她银邪的目光在我身前流连 居高临下地指挥我 看到没 就是那裤裳那 可得搓洗干净 若是洗不干净 哎哟 她话还没说完 我便将那堆衣物砸到了她脸上 老东西 烂裤裳 用水一洗 烧得慌 好巧不巧 那裤裳正好套在了她头上 她双手胡乱挥动 脚下一滑 直接摔在了地上 我跑出五房前 咬牙切齿的咒骂声 从身后传来 你这小贱蹄子 竟敢戏弄我 那语气里的不可思议 似乎早就料定了 我会妥协 可她不晓得 进宫的第二日 宝珠姐就交汇了我 在这宫里 一味忍耐 是活不下去的 从太监五房跑出来时 我脑子清醒了许多 便盘算着去花房找掌室的李姑姑 从前宝珠替她做过香囊 虽不是什么大恩 但花房草植众多 指不定就有什么要能让宝珠缓一缓 她应当是愿意帮这个忙的 我越想越觉得有礼 却没想到 刚走进花房 便被叫住了 你 过来 那人头带卷花 腰间别着丝帕 举止从容 一瞧便知道 是个集体面的嬷嬷 指不定 就是哪位贵人宫中的掌室宫羽 我忙走了过去 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嬷嬷好 你是哪个宫的 换一局的 差事做完没有 做 做完了 她汗手点头 那好 今日花房缺人手 你便随我一同去慈安宫送花吧 我自然是无有不应的 太后宫里的差事 在这宫里向来是投一份要紧的 哪里容我拒绝 我并未不熟悉去慈安宫的路 便只能跟在队伍最后面 今日要送的 是海棠花 海棠花向来开在春季 这是圣上未讨太后欢心 特意让花房培育出来的新种 红粉色的花瓣映着翠绿的枝叶 煞是好看 只是盆底铺着的鹅卵石虽精巧 却到底重了些 等到慈安宫时 我两只手臂已经微微发抖了 一行人排成两台 按着摩摩的指示 剑刺往里扳花 因着不敢抬头 而那台阶上的撒金砖石又擦得过于光滑 我竟不小心踩上了前面宫女的裙脚 她轻叫一声 身子不稳 往前扑了下去 一行人 便像推竹牌一般 倒了个干净 手中的海棠花 自然是摔了个粉碎 鹅卵石和泥土 溅得满地都是 我心中一惊 连站起身都忘了 那摩摩从殿内一路寻出来 脸上的怒意早已翻腾了好几遍 前面的宫女带着哭腔跪地控诉 摩摩 是她 是她踩了我 我才跌跤的 求摩摩轻乏 我脑子里像搅了锅降虎 又乱又烫 放肆 给慈安宫当差 竟也敢这般不小心 若是惊扰了太后 你有几颗脑袋能抵 那摩摩又急又气 恨不得立马就发落了我 我晓得自己犯了滔天大错 忙贵府在地 求饶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有太监上来一左一右地拉着我 罢了 拉去慎行司府苦役吧 慎行司是什么地方 我是晓得的 若是进去了 便别再想着胡轮个出来 我又惊又聚 竟生出些勇气 挣脱开来 跪爬过去 抱住那摩摩的腿 奴婢不是诚心的 求摩摩饶了我这一回 我抱住她的腿 一下一下地磕头 就像是从前在街边给那些贵人小姐磕头一般 那时 我求的是一口饭 如今 我求的是一条命 我想 能活着就好 我扶手磕在砖石上 麻木地扣手 直到胳膊被人拉起 我木然抬起头 却瞧见她惊诧的目光落在我半开的衣襟处 你你你 有人急步扑到我身边 将我紧紧拥入怀中 像是珍宝失而复得 两滴热泪落在我家边 我的儿 我茫然地抬起头 愣住了 这不是慈安宫那位老祖宗吗 我被恭恭敬敬请进了慈安宫 那些被风雪侵染过的往事 李姑姑柔声同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早没有了方才极言利色的模样 您出生时 恰逢先皇并威 国本动摇 朝中立储君之事闹得满城风雨 那时的淑妃因嫉恨圣上被立为储君 便伙同皆生的婆子在太后生产那日动了手脚 那婆子趁着太后生产之际 各处都虚空 便偷偷将公主您带出了宫 公主出生时 左肩带着赤红胎记 太后派人寻了多次 都未曾找到公主您的下落 但好在 您如今回来了 说到最后 李姑姑都忍不住躺了泪 我摸着左肩那处胎记 愣住了 我自幼在烂泥里挣扎求生 无数次险些被饿死 冻死 打死 那些饥寒交迫 却又孤苦无依的夜晚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是什么贵人出身 不过是被人揉捏在泥地里的一只蚂蚁 但如今 却告诉我 我其实是公主 我出身尊贵 那些磨难 我本不用受 那些疾苦 我本不用挨 这似乎是上天给的一份奖赏 却又像是开的一个玩笑 将我交注在原地 左也不成 右也不行 觉得好笑又荒唐 李姑姑凑上来 公主 太后寻了您许久 又悲又痛 您如今该换生母后 好叫太后高兴高兴呀 太后哭得心都快呕出来了 那双七碗的眼钉折我 满是稀记 我只觉得猴头像咽了块土疙瘩 怎么都张不开口 正为难尖 一双束手将我搂入怀中 像是哄睡三岁孩童般轻轻摇晃 雨掉既欣喜又悲伤 也罢 你若叫不出口 便还是换我太后吧 是阿娘对不住你 如今你回来了 阿娘一定会好好弥补你 太后没有说谎 第二日我醒来时 满宫满室都堆满了珍宝 鸽子弹那么大的男珠 光泽像湖水一般的紧缎 顶催硕大的发钗 勾花之巾又坠了明珠的绣鞋 梳头的宫女 替我梳了精巧的发迹 我却只觉得 头顶的桂花油 腻腻的不舒服 戴着护甲的太后 亲自蹲下身 替我穿鞋 我却不忍告诉她 其实那支了金线的绣鞋 有些磕脚 直到穿衣裙时 那属紧的绸缎 被我粗利的手指勾得起了丝 她愣住了 眼泪珠子不要钱地掉 我的儿 你受苦了 这也直当哭吗 宫外多的是为了一口吃食 被人打断了腿 只能匍匐行走的乞丐 这不算什么 我从前未入宫时 未入宫时怎样 她猝没问我 她大概是想了解我的过去 我叹了口气 开始讲从前在长街乞讨的生活 讲偶尔被人打赏的白玉膏 也讲宫里顿顿都能吃得饱的饭菜 却绝口不提那些挨饿受冻的日日夜夜 和被井水泡得生了洞窗的手 因为我晓得 这样的苦难 她闻所未闻 太后听完愣了一瞬 不再说话 摘掉护甲 那双肃手弯了块膏油 替我细细揉搓 掌心的温度似乎从指尖传递到头顶 又回笼到心里 胸腔里那块窥空填满 酸酸涩涩 有些发胀 我突然有些想哭 真是没出息 人人都晓得 此安宫多了位公主 听闻公主流落民间多年 太后和皇上都万般联系 太后自是不必说的 皇上听闻失散多年的幼妹被寻回 也十分欣喜 第二日下了早朝 便急吼吼地来了此安宫 她一身龙袍 坐在暗桌旁 并不说话 她看我 我也看她 从前在宫中送衣上时 我是见过她的 狭长的宫道里 我退居三步之远 俯首在地恭恭敬敬地请安 那时我瞧见的 只有龙袍的一脚 如今细细看来 她那温润的眉眼 与太后如出一辙 而那不孝时 也似孝的唇脚 与我临水自照时 竟也有几分相似 这个人人敬仰 不怒自威的圣上 论起来 如今我竟是要称一声皇兄 很奇妙的感觉 我有些雀跃 又有些心慌 她却弯了弯唇脚 妹妹如今得以寻回 朕心甚畏 如今也该昭告天下 让妹妹入了皇家御蝶才是 太后点头称是 皇上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也度了层怜惜 第二日 她便下了旨 不仅昭告天下我的身份 还册封我为护国公主 封号另一 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 册封那天又送来了许多好东西 素日里从未见过的金爱玉的 我已经看腻 唯一感兴趣的 便是那些玉刺的糕点 不知比白玉糕好吃多少倍 天杀的 我从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 我高兴 太后也高兴 这几日 我做什么她都说好 我悟拿洗手的盆喝了水 她说尚渴 我拿擦脸的怕抹了脚 她也说无碍 仿佛我做什么都自有我的道理 也都是对的 此刻 我三口一叠高 她也弯着唇替我倒茶 李姑姑看不下去了 愁的眉毛都拧成了结 太后 可不能如此纵着公主了 太后不以为意地笑 小孩子佳佳地 似一些又何妨 就像当初我给她起的乳名 便是要叫她活得自在 我停下吃高的嘴 含糊不清地问 乳名叫什么 叫阿满 我想了想 馒头的馒吗 太后一愣 转而笑得直不起腰 半晌后 才拿着帕子替我擦嘴 答道 是蛮横的蛮 我的阿满 便是蛮横些 也是应当的 李姑姑又好气又好笑 摇了摇头 太后 该给公主请为教习了 当公主的好日子我只过了七日 李姑姑说到做到 很快便为我请了为女教习 那教习原是礼部的女官 最是熟悉各种宫中礼仪 得知要教习的是公主 她连夜翻了典籍书册 理出了一整套公主该学的礼节 宋教习很严厉 她教我公主行礼时需先群而跪 抬手平齐 不可畏畏缩缩 捏手捏脚 我练了一上舞 勉强学了个六分 她又教我待人接务时 需矜持自傲 得自称本宫 这个我学得倒快 她还教我 用膳食 虚等内饰不菜 方能入口 否则便是无礼 可那内饰加菜实在是慢 菜量又少 加了三次 还不够我一口的量 她便已经霸快不加了 我有些生气 直到宋教习开始讲女责女训 女子该温柔闲静 该持重有礼 该固守贞洁 该宽容大度 却只字不提男子应当如何 我怒了 我从前乞讨的时候 那些个公子小姐打赏起来都不分男女 怎地如今做了公主 反倒要低声下气了 宋教习眉心微醋 有些生气 却又不知该如何辩驳 只无奈道 罢了 也学了一天了 今日便到这里吧 公主回去休息吧 时辰已经不早了 熄落的日头从窗缝里照进来 我摸摸空荡荡的肚子 脑溢上头 也记不得什么礼不礼的了 伸手便拧了只鸡腿 塞进嘴里 冲她洋洋下巴 那我走了 方才学得猪斑礼仪 竟没有一处落到十处 宋教习那双眼里原本压抑的怒气 又翻腾了起来 她咬牙切齿道 拿戒齿来 我挨了顿好打 宋教习下手很重 我屁股被打得红肿 像是刚出锅的红糖发糕一般开了花 太后替我抹药石 心疼得要命 那素来温和的眼底也带了分脑溢 下手也推狠了些 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也直当她下这般的狠手 李姑姑劝道 那宋教习本就秉证 想来是这样的性子 也是为了公主好 为了阿满好 便可以打成这般了 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疼惜几日呢 便叫她遭见成这样 说着 那眼泪珠子又连了线一般地掉 我安慰她 其实也不是很疼 李姑姑来了精神 那看来明日的课能照常上 我这就去 我赶紧打断 但是 还是有点疼 课室上不了一点了 我得休息三日 好不好 阿娘 太后原本有些犹疑 听见这句 仅存的理智都被绞成了浆糊 她捧着我的脸 亲了又亲 眼中的欣喜都要溢出来 好好好 我的阿满说什么都好 我转过头 冲李姑姑露出狡黠的笑 第二日 日上三杆时 我还没起身 李姑姑来换我 公主可睡好了 睡好了便起身吧 今日不用上课 太后命人给您喂了燕窝 又掺了些槐花蜜 此刻吃起来最是香甜 我扎把扎把嘴 做公主的这几天 山珍海味都尝遍了 那些从前梦寐以求的吃食 似乎也不怎么能吸引我了 我又翻了个身 窝进温热的锦被里 再睡会儿吧 再睡会儿我变起来 李姑姑又好气又好笑 却不得不耐着性子劝我 公主已经睡了很久 在睡像什么样子 再说 太后今日可是给公主寻了完伴的 此刻还在外面候着 我疼得坐起身 原本迷蒙的脑子也被激得清醒了些 完伴 待我被李姑姑摁着梳洗完毕 走到外面 才明白她口中说的完伴是谁 竟是宝珠姐 今日落了雪 她只穿了一身单薄的冬衣 局促地站在廊下 沾了雪的鞋面 被慈安宫内阁涌出的热气一熏 变得湿漉漉的 我很高兴 冲过去欢喜地唤她 宝珠姐 宝珠抬头 瞧见是我 也欣喜了一瞬 转而退开两步远 恭敬地行了个礼 奴婢见过公主 公主万安 我上前搀扶她 她推托着后退 我将手炉递到她手中 她也惶恐着不接 我站在原地 进退两难 我想问她在换衣局过得好不好 赵嬷嬷近日可曾有为难她 我还想问最近的午膳有没有四喜丸子 我从前最爱吃 我更想同她讲一讲 砸了花盆的那一日我有多惶恐 被认作公主的那一日我又有多震惊 可冷风从口中灌入 吹得心口凉津津的 猴头也莫名尖色 到最后 从嘴边说出的只是一句 你 风寒可痊愈了 宝珠笑得拘解 托公主的福 那日让李姑姑给奴婢送来了汤药 早已经痊愈了 只是还未曾谢过公主呢 公主不忘旧情 是奴婢三生有幸 公主 奴婢 四个字像石头一般 坠入我心头 宝珠站在廊下 一身低等的宫女东庄 与慈安宫格格不入 短了半截的袖口 露出红肿的双手 我想了想 从廊下取过一柄工人用的油纸伞 递到她手中 宝珠姐 天气冷你先回去吧 她这才肯接过 又俯身行了礼 方才后退两步 撑伞走了 怎么不叫她捅你一块玩耍 太后披着弧球走了出来 满脸不解 换衣局差事紧 怕是不得空吧 她若有所思伴赏 笑得甜淡 这个好办 你若是喜欢她 便将她拨到慈安宫来当差 也不必做什么差事 只每日陪着你玩耍 哄着你高兴便罢了 她语调平平 轻松随意的 像是在说什么小猫小狗 我盯着她的眼睛 郑重其事地答 阿娘 我想放宝珠姐出宫 太后恶然 你从前同她不是很要好吗 正因如此 我才要求您让她离宫 不必奴言必息 不必屈翼迎逢 也不必受尽苦楚 我想让宝珠姐好好的活 像她曾说过的一样 开个馄饨铺 寻个翘狼君 再生个胖娃娃 和和美美过一生 阿娘 允了我好不好 太后开了口 放个宫女出宫 自然是一句话的事 宝珠姐离宫那天 也落了雪 我站在宫墙上 看着那道风雪中艰难前行的身影 转头问李姑姑 姑姑 离宫的宫人 后半生怎么过 她沉吟片刻 答道 若是今年的老工人 会置办些私产宅子 好有个容身之所 可宝珠姐是没有的 她那点银子 怎么够 若是银钱不多呢 李姑姑不答 只醋眉望着我 我便明白了 如今这般的世道 没有金银傍身 又没有父兄帮衬 日子何其艰难 李姑姑 能否差人替宝珠姐 置半个小宅子 不用太多 但位置要好 不能靠近瓦舍 那样不安全 也不能靠近街市 那样会很吵 哦 对了 在租赁个小铺子 宝珠姐说想开馄饨铺 知道了 公主 李姑姑笑了 太后晓得宝珠姑娘从前带您的恩情 一早便差人在宫门口候着 只等遮交给宝珠姑娘制办的宅气和田气呢 那宅子自不必说 光那京郊的二十亩粮田 便能叫宝珠姑娘吃穿不愁 我晓得太后私底下 已经处置了从前欺负我的李瑶 如今带我有恩的宝珠姐 她自然是不会搏带的 我终于放心了 又想起了些什么 忍不住叮嘱 还要一张花梨木床 一张带铜镜的装台 再要一副刘金的头面 从前我坐起儿时 是见过那些好人家的姑娘出嫁的 那些家丁斑斑扛扛 最令人艳羡的 不过就是这几样了 宝珠姐得有 李姑姑一一记下 转身吩咐人去办 雪光天色中 我瞧见珠红色的宫门打开 那撑着油纸伞的身影 细血中转身回望 我想起那塞到口中的半块冷馒头 和那腹不翼而飞的珍珠耳坠 有雪花落到眼睫上 被烫化成水 仿佛一滴热泪 宝珠姐 珍重呀 我在心里说 宝珠走了 我在宫里再无相熟之人 每日里除了上送教席的课 便是闷在房中不出门 明灿时常来寻我玩 她是德太妃所生 年纪与我相仿 先帝皇子诸多 天公主极少 我失去下落后 太后日夜悲痛 难以疏解时便会将那腔慈爱倾注到明灿身上 她是受着六宫宠爱长大的 就连皇兄也都将她视作亲妹 我原以为 她若是得知我被寻了回来 定然会仇视于我 可她没有 她说 皇兄与母后对我极尽宠爱 你却流落在外备受苦楚 如今你回来了 我自当是要比皇兄母后更甚百倍千倍地待你好 她说到做到 我虽被封为护国公主 可那些世家小姐并不拿我当回事 每每设宴时 我总被孤立在一旁 她们素来是爱玩些高雅的游戏 譬如饮酒食药行飞花令 我连三字经都尚且认不全 哪里懂这些诗词歌赋 达不上来时 便有人讥讽我 不通文墨是皇室之耻 明灿便会将酒杯砸到他们脸上 什么文不文墨不墨的 有本事 叫你们老子打到我外祖府里去啊 在这里耍什么威风 明灿的母妃是镇北侯府的千金 他的外祖是酒精沙场的常胜将军 民间常有戏言称 魏缅八十寿 大静百年昌 说的 便是明灿的外祖魏缅将军 那些讥讽我的世家小姐 大多出身文官清流 只会耍些嘴皮子功夫 见明灿如此蛮横 渐渐也就不敢再惹我 明灿时常恨铁不成钢地骂我 他们骂你 你不知道告状吗 告诉皇兄啊 告诉母后啊 长嘴只为了吃饭呢 真是白瞎了这么硬的背景 我弱弱地缩头 不敢答话 不是我不想告诉太后 只是我实在是怕她掉眼泪 再说 他们嘲讽我的时候 我只顾着干饭 压根就没听清啊 从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企儿 做不来公主 但磕磕绊绊 竟也做了四年 我十六岁这一年 母后在宫中设了宴 便邀京中官换子弟 只为给我和明灿 选个好夫婿 奈何我与明灿磕着瓜子选了半天 竟没一个满意的 这个太胖 这个太瘦 这个太丑 这个 嘖嘖嘖 比你还像个姑娘 我被她说得恼了 扑过去要打她 却不曾想 隔壁叫场鞋飞出的冷箭擦着鬓角而来 我还未曾反应过来 便有人飞身扑过来 公主小心 那支冷箭直直射进一支臂膀 箭头擦破了衣衫 渗出些鲜血来 有那是哪者金疮要赶来 那人皱眉低吟出声 嘴上却逞强 公主不必担心 小伤而已 能替公主挡箭 是我的福气 说完这话 她微微抬起头 像是在期盼着些什么 只可惜 却只瞧见我冷静的眉眼 谢谢啊 要不是你 我早躲过去了 那鞋飞出来的箭 本就虚脱无力 真当我三岁小孩啊 那人未曾想到 我会如此打 呆愣在了原地 我想了想 觉得还是应该奉劝她几句 别想着玩英雄救美这一套 还有 桌上那盘争猪脑赏你了 好好补补吧 明灿笑得直不起腰 转过身 却同一张俊脸 撞了个正着 那少年 双手高高举起 手中捧着的 正是恰巧落下 又险些砸到明灿头上的鸟窝 四目相对 暧昧横生 熙熙苏苏落下的树叶 都仿佛变成了粉红花瓣 叫人怦然心动 我转过头 抓了把瓜子 看见没 这才叫英雄救美 对看脸的那少年是谢家的儿郎 谢义 家中官职不高 他任轻车都尉 父亲是座定远将军的 虽比不得镇北侯府显赫 但到底是武将出身 又生的一副文官面孔 光眉并刀彩 雅安清俊的一张脸 便叫明灿动了心 原本肆意坦荡的姑娘 变得扭扭捏捏 从前看也不看的绣花针 如今也拿在手上 只为给心上人 绣一只鸳鸯 只可惜 绣花针不如红鹰枪好拿 那只鸳鸯明灿秀了许久 拆了秀秀了拆 最后拿给我瞧 我定睛看了许久 点头首啃 很像 明灿欣喜 真的 很像只烧鹅 明灿气得要打我 却也没忍住再搅了重秀 那只别别扭扭的鸳鸯 最终做成了香囊 挂在谢都尉腰间 两人出场情爱滋味 自然是缠绵翡测 又腻又甜 明灿很少再来寻我玩耍 每日里早出晚归 但即便是他不说 我也晓得他在何处 宫里走不过就是那些去处 春日里 落英缤纷的御花园 夏日里清凉那属的林水阁 秋日里诗情画意的枫树林 还有冬日里白雪挨挨的宫墙之上 我亲眼看着明灿眼中的情意变得坚定 一听着谢义口中的词句变得恳切 明灿 我想娶你 武将出身的谢义说不来什么动人情话 天就这一句便让明灿沦陷到底 可德太妃并不应允这门婚事 只因他自己便是将门出身 晓得将门男子沙场征战的风险 他担心自己唯一的女儿 日后恐会落得一个守寡艰难的下场 德太妃早为明灿看中了赵侍郎家的公子 既端庄持重 又温文尔雅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个阎官 明灿并未屈服 他在太极殿门口跪了一整夜 终是患得皇上赐婚 母后眼见着明灿有了着落 也开始操心我的婚事 只可惜 那些男子瞧来瞧去 竟都没太大分明 我忽然有些羡慕明灿 有时能在一桌平常菜肴里 寻到和自己胃口的美食 真的很难 爱 冬去春来 夏去秋至 又是一年秋日 离明灿出嫁的日子 只剩下三个月 谢义本该是留在京城 好好操办婚事的 奈何边关战事突起 为老将军领兵出战 谢家父子 亦是随军同行 出征那日 谢义一身盔甲 那只丑鸳鸯 早就不见了踪迹 明灿左爪右爪 却见 他从心口处掏了出来 我会带着这箱囊上战场 明灿 你我婚期之前 我必定凯旋归来 明灿含泪点头 那温热的泪珠浸不透盔甲 却还是落在了谢义心间 我看着一身盔甲 并编花白的魏老将军 叹了口气 心知这场战事 必定十分艰辛 谢义走后 明灿便像丢了魂似的 整日里 不是走神 就是跌跤 有时还会梦眼 有一日 我去寿康公寻他 正巧碰上他午睡醒来 枕头早已被泪打湿 他哭得气不成声 阿满 我梦见 我梦见 我抱住他 轻拍他的脊背 想哄 却不知应当怎么开口 战报一封一封地传进宫里 皇上隐忍不发 可我的耳朵里 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些 突厥人兵强马壮 而大靖国库空虚 士兵萎靡 这场大战 大靖早已显出颓败之势 果不其然 一月后 大军返京了 原本出征的十五万大军 如今只剩下不到五万 那支长长的军队前 尊奉的是魏缅将军的遗体 他死在了这场大战里 魏将军年过五十 中落得个马格果师的下场 德太妃悲痛之下数度昏厥 镇北侯府的丧事 是礼不待办的 魏将军出币那日 无数百姓跪到哀颂 大靖最后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 故去了 突厥攻破了陆明关 十分猖狂 要大靖以公主和亲 再遂供白银二百万两 方肯退居关外 否则便要指导黄龙 一路攻到京城 一时之间 沉民惶恐 明灿再次跪在了太极殿前 他一身丧服 行铜稿木 明灿自请和亲 还望皇兄准许 玉座上的帝王 眼中早已有了泪意 你叫朕 怎么肯 明灿不说话 眼泪巴搭 巴搭地掉 皇兄 若是能以和亲平息战乱 再好不过 外祖战死了 大靖没有可用的将军了 也经不起第二次战事了 皇上还未曾答话 便已经有人冲了进来 他眸中含着热泪 说话又急又快 我能打 皇上 我父亲也战死沙场了 可我还能打 虽如今大靖是威 可我有信心能打赢 我一定能赢 明灿 别去和亲 我们 我们还有半月就要成婚了呀 是啊 明明还有半个月 他们便要洗劫连礼 相亲相爱了 造化弄人 明灿转过身 苍白如纸的脸上 有了一丝血色 他想笑 可瞧见谢一腰间 那只染血的香囊时 又落下泪来 他语气轻快 我自幼便是公主 受万民供养 享国之安详 我生来便是要为了大靖牺牲的 谢一呀 找个好姑娘 好好过日子吧 别再念着我了 少年俯首在地压抑地哭 臂膀处的伤口 又染出些血色 像之折颈的鲜鹤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 明灿便是跪在此处求得了赐婚圣旨 赐婚的圣旨下来后 他时常同我抱怨 今日是内务府做的喜福 不合他心意 明日是怕自己绣功不好 绣不好盖头 嘴里说着丧气的话 可我分明瞧见 他亮起的眼睛 比天边的星子还要璀璨 他说 阿满 我真欢喜啊 一想到要嫁给谢一 我的心就满满当当的 我不明白什么是情爱 但我吃饱的时候 心里也会满满当当的 我想 明灿也该是这样 于是我掀开珠帘走了出去 皇兄 我来嫁吧 母后自然是不许的 她抱着我 哭了又哭 到叫我想起五年前初见时 她也是这般 只不过 那时是珍宝师而复德 如今却是德而复师 我也抱着她青红 没关系啊 儿臣这般没心没肺的性子 去了突厥也能过得很好 再说 突厥风光辽阔 儿臣又是护国公主 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的 我惊觉 深宫的这几年 我竟也学会了自称儿臣 母后哭得 心都要呕出来 又痛又悔 阿满啊 我的阿满 你自幼流落民间受尽苦楚 阿娘又怎么忍心再将你送去突厥 可是阿娘 我在宫中的这几年 也享尽了人间极乐呀 若我还只是个贫贱企儿 任凭这个国家如何危难 我都不会挺身而出 可如今 我已经是公主了 如同明灿所说 我受了几年公养 也该为大敬做些事 这很公平 可奈何我说破了嘴皮子 太后还是不搭允 眼见者突厥大军日日逼近 皇兄坐不住了 他吞去龙袍 跪在了慈安宫门口 他道 母后 儿子明白母后的难处 但也望母亲能明白儿子的难处 母后本就气得病了 听了这话 挣扎者起了身 扬手便扔了只茶盏 你的难处 你有什么难处 无非就是担心龙椅坐不安稳罢了 阿满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谁若是想将它夺了去 便杀了我 你也一样 他生死历劫 像只护厨的母兽 那只茶盏砸破了皇兄的鹅脚 鲜血绵延而下 成了两行血泪 母后 突厥大冰已经破了陆明关了 破关后 他们整整图成三日 流血千里啊 大靖已经不能再打仗了 若是儿子将龙椅交出去 便能换得国泰民安 儿子宁愿文景就死 可是母后 患不了啊 母后 儿子痛啊 我明白 您心疼阿满 可是如今 只有和亲这一个法子了 只有突厥退居关外 大靖才能喘口气 成千上万的百姓 才能活下来 儿子恳求母后 也想一想大靖的百姓 想一想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 说到最后 他俯身叩首 再为抬头 两久 母后终于落下两行青泪 点了头 和亲的事宜准备得很快 除去原定要遂供给突厥的供淫 母后还着意为我背下了许多嫁妆 出嫁那日 和亲的队伍绵延树里 甚是壮观 可那些带着喜色的红 却怎么都应不进心里 明灿不愿我替他出嫁 闹腾得厉害 被德太妃关在了宫里 送别时 皇兄尖色垂首 许下承诺 阿满 你放心 带大镜重整旗鼓 皇兄必定会去突厥接回你 我笑着点头 好 心中知晓这番诺言 暗含着多少愧意 德太妃拉折我的手 眼中喊泪 阿满 多谢 我还是笑 还望娘娘替我告诉明灿 我请阁庄台下 有我为他背下的新婚贺礼 明灿喜欢男猪 我自来不爱这些东西 每每得到一些 便攒着 攒到如今 已经有满满一匣子了 做新婚贺礼 应当是够了吧 唯愿他和谢都尉白头到老 母后握着我的手 指尖颤抖 眼中早已流不出泪 我轻轻正脱开 俯身行了个大礼 阿满此去 还望母后珍重 就当是 从未寻回阿满吧 那个小企儿 早就死在了血液里 另一公主 该出嫁了 和亲的队伍老长 有百姓在街边驻足观望 口中唏嘘 感念公主恩德 我掀开教连张望 那条我原先乞讨的长街 睡满了乞丐 我才惊觉 如今经中的流民 竟这样多 比起我八年前进宫时 又多了不少 巷口有热气鸟绕 一群流民熙熙攘攘围在滩前 我定睛一瞧 竟是家混沌铺子 那成汤的娘子 兴演陶塞 分明一副好模样 我笑了 有些好奇 那老板娘有没有寻得翘郎君 又有没有生下胖娃娃 却又有些庆幸 还好还好 这得来不易的安宁 总算没有被毁掉 这亲 合得很直 突厥可汗信守承诺 退居到了关外 和亲的队伍走走停停 一路上 我看过山川 闪过瀑布 吃过糖糕 也尝过肉囊 终是在三月后 抵达了突厥 突厥人放牧为生 那王丈安扎在草原深处 前来迎接的使者清点了人数 确认只有女眷后 方才带我们进了营地 我原本以为 嗜血凶悍 雷厉风行的突厥可汗 应当已经年过五旬 可我第一次见到贺连鱼时 才发现 他竟这样年轻 王丈中 少年马尾高树 手持匕首 压制着一只野兽 燃烧的篝火越了越 我才看清 那竟是一只狼 黑暗里 那只狼姿着牙 低沸着 眼中显出嗜血的光芒 身旁的侍女 吓得惊叫两声 颤着脚退了出去 我想了想 提着裙脚 坐到了他身旁 贺连鱼冷哼一声 你不害怕吗 怕呀 可我想 怕着怕着就习惯了吧 我理了理发官 又抚平了衣角 冲他仰起一个笑 可汗 今日是我们的新婚夜 匍匐的野兽不安的挣扎 少年手起刀落肩 那只狼已经没了声息 有温热的血见到他眉眼间 仿佛地狱的罗刹恶鬼 贺连鱼挑眉看我 饶有兴趣的模样 你叫什么名字 沈令仪 账漫落下 篝火高燃 这一夜并不好过 贺连鱼几乎是折腾了我许久 醒来时 浑身被车轮压过一般的疼 但贺连鱼并不打算放过我 突厥乃是游牧为生 最善骑马射箭 贺连鱼也不例外 我还没来得及歇息一会儿 便有突厥的仆妇丢给我一套旗装 可汗说 今日草原上有赛马 公主应当同去 白纸有些气不愤 公主奔波数月 如今好不容易才到 怎么着 也得歇息一阵子 今日变不去了 那仆妇冷冷一笑 竟有些得意 可汗说了 公主若不去 自会有人替您去 会是谁 是同我一起来突厥的侍女 还是王帐中的俘虏 我晓得 不论是谁 都不会落得好下场 我只能去了 辽阔草原之上 贺连鱼一身铁甲 并边还绑着小便 他用马鞭轻轻抬起我的下巴 讥讽道 公主 本寒知道你们中原人不善骑马 你若是求一求我 我便与你同乘一计 如何 一旁侧马的突厥人放声大笑 乌言晦语不绝于耳 直到我轻雷缰绳 脚踩马鞍 翻身而上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贺连鱼 他们谁都想不到 娇生惯养长大的中原公主 竟也学过骑设 母后本来是不愿让我学这些的 一个姑娘家 哪里用得着 可明灿说 会不会和用不用 是两码事 我虽没什么天赋 但在明灿的教导下 好歹也能学个六分 贺连鱼只愣神了片刻 便拢起手指 吹了个又急又响的哨子 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指令 可身下的马儿却发了性 颠得我上下起伏 我用力握紧了缰绳 才未曾被甩出去 有风将贺连鱼的声音吹进耳朵 你若是昨日在床榻之上这般卖力 今日便不会受这般的苦楚了 慌乱间 我摸到了马鞭 仰手一抽 那马鞭安分了不少 我心中意识有了几分底 也晓得 他是故意在众人面前折辱我 便道 可汗有所不知 在大静 只有男子无用时 才需女子出些力气 原本哄笑的众人 不敢再笑 贺连鱼扬起马鞭 马蹄后退了两步 沈令仪 你会后悔的 那天晚上 贺连鱼折腾了我一整夜 天光大亮时 他才放过我 起身穿靴时 他笑得恶劣 公主 昨夜可还满意 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连反抗的力气也没有 直到贺连鱼离去 白纸冲了进来 他瞧见我身上的淤青 低下头小声唾气 公主 您受苦了 若是太后知道 若是母后晓德 一定会哭 可她的眼泪是珍珠 轻易掉不得呀 白纸是个医女 我用她配的商药敷了几天 身上变好了些 贺连鱼像是晓德自己做得过火了些 一连几日都未曾来寻我的晦气 直到半月后 贺连鱼在草原上酬宴 罕见地邀了我童去 我晓得 不能再冲撞贺连鱼了 他瞧着是个人 可骨子里却是野性难逊的狼崽子 若是想活下去 我便只能乖顺些 宴席上 贺连鱼端坐正位 有胡姬匍匐在她脚边 千娇百昧 我被安排在离她不那么近 却又逃脱不了她掌控的地方 贺连鱼漫不经心地把玩者酒杯 听着那些军事谈笑 他们讲陆明关一战里 突厥士兵的骁勇 大净残兵的怯懦 他们讲屠城那一日 少女无用地抵抗 和孩童哭声的欺慌 他们还讲 若不是大净肯退让 并要一举北上杀到京城 要叫那龙椅上的皇帝晓德 只靠女人 是护不住臣民的 只能任由突厥大军将大片国土丈量 贺连鱼不说话 可勾起的唇角显出些许愉悦 淡漠的目光时不时落在我身上 像是一张大网 我晓得 他是故意的 他要叫我明白 哪怕我是大净皇室血脉 哪怕从前皆是突厥向大净俯首称臣 但如今 该低头的是我 我喉咙有些发紧 只觉得夜风中挑服的 不是烤肉的香气 而是鲜血的味道 可勾 我身子不适 先回去了 贺连鱼汉手点头 并未阻止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再将我留在这儿 也是无趣 今日直守的士兵 大部分都去吃酒了 突厥的王帐分布紧密 错综复杂 又寻不到人问寻 我一时迷了路 正后悔今日未曾戴白纸赴宴时 有人扑了过来 男人带着酒气的呼吸喷在脖梗间 叫人作呕 公主 你是大净公主吧 那人喝得面色赤红 我定睛瞧了瞧 竟是方才宴席上的人 瞧着 克汗也不怎么喜欢你 不如你跟了我 我去求了克汗 让你做我的姬妾 如何 我有些慌乱 想挣脱 却被他越抱越紧 我索性放弃了抵抗 好吧 那你小声些 那人黑黑一笑 更是得意 眼见那张臭烘烘的嘴就要凑到我颈尖 下一瞬 他便捂着后颈 软着身子倒了下去 我握着发簪的手 微微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杀人 短暂的战力赶退去后 便是恐惧袭来 说不害怕是假的 我想处理失手 却又不知该怎么做 正慌乱间 已经有巡逻士兵的脚步传来 身体的反应总是要快过脑子的 我慌不择路地跑了两步 却在漆黑的夜幕中 撞上一个温热的胸膛 赫连鱼捏住我的手腕 那只带血的发簪掉了下来 我只愣神片刻 便带着泪意扑进了他怀中 方才有人对我不轨 求克汗救我 赫连鱼眸光微冷 瞧见了不远处的那具尸体 沈令仪 你杀的可是突厥人 本汗 为何要救你 我扶在他怀中 站立着 抬起头时 是一张泪眼朦胧的脸 因为 克汗是我的夫君啊 赫连鱼有些意外 但片刻后 眼底的逾越开始化开 那原本束缚着我手腕的手贴在了我腰间 将我拦腰抱起 巡逻士兵举着火把赶来时 只瞧见赫连鱼冷淡的眉眼 火光映照下 他气息锋利的像染血的长刀 乌蒙试图行刺 已被本汗斩杀 丢出去为突救吧 那往后 赫连鱼待我越发怪异 白纸用了两包上好的凝露茶 从一个突厥仆妇那儿打探了些消息 原来 赫连鱼的母亲 从前是老克汗身边的女奴 生下他不过是一场意外 后来赫连鱼渐渐出色 成为皇子中最拔尖的存在 老克汗对他寄予厚望 却又担心他母子一脉的亲情会叫他变得优柔寡断 因此 一次赫连鱼在涉猎中小小失误了一回 老克汗便借机处死了那个女奴 赫连鱼本是百步穿扬的剑手 可仅仅那一次添了好理 那只剑便落在了他母亲心口 他自此变得嗜血好胜 喜怒无常 我也终于明白 赫连鱼为何不再像从前那般 在床榻上生死予夺 但又会冷着脸让我做许多事 譬如替他穿靴 侍奉他用饭 又或者在愁验时 替他针灸 原来 那不过是他曾经奢望过 却未曾拥有过的东西 我开始试着拿捏赫连鱼 替他穿靴时 我会恰然自若地叮嘱他 今日风大 记得添衣 侍奉他用饭时 我会将肉块细细切碎 再递到他嘴边 宴席上替他针灸时 我会默默备下行酒汤 突厥人游牧为生 习惯了风餐露宿 其实并不需要这些 赫连鱼却受用得很 他不再刻意在众人面前折辱我 也不再招呼众人孤立我 甚至 床榻之上 也不在那般莽撞 从前 那些放牧的仆妇瞧见我 便会远远地躲开 如今瞧见我 也会乐呵呵地递给我一碗养奶 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我越装越得心应手 有时耳鬓思膜间 那些柔情蜜意仿佛成了针 我便会伸手猛然将它推开 想从这梦境中清醒片刻 可下一刻 赫连鱼便又会凑过来 唇舌之间 便将我拉下万丈深渊 无力抽身 可这样的日子 是过不了太久的 第二年的春天 我呕吐不止 白纸说我有了身孕 突厥的巫医也来看过 第二日便端来了碗汤药 他说 公主 你应该明白 这孩子留不得 我当然明白 赫连鱼并无姬妾 我若是生下这个孩子 是个女孩 倒还好说 可若是个男孩 那他便会是赫连鱼的长子 突厥利处向来是以兄弟次序为先 可这个孩子有着大净血脉 将来若是承袭克汗之位 难道要他骑着突厥的战马 踏上自己母亲的故土 斩杀自己的同胞吗 养好一个孩子很难 可教坏一个孩子 很容易 我想了想 端起碗要喝 却被赫连鱼拦下 那素来杀伐果断的少年可汗 眉宇间静带了丝仓皇 他说 令仪 留下他把一旁的乌衣吓了一大跳 赶忙跪地劝阻 可说了许久 赫连鱼来来回回只有一句话 说不定 是个公主呢 他在赌 我摸了摸尚且平坦的小腹 那里竟孕育着一个生命 很神奇 我想 我也赌一把吧 赫连鱼力排众议 让我留下这个孩子 可他也不再来看我 我知道 他在害怕 他怕自己的期望落空 也怕这个孩子将来会殒灭自己的种族 孩子一日一日地长大 我的肚子高高隆起 有时那只小脚踹到我肚皮上时 我便会想起母后 我想问问他 从前我在他肚子里也是如此吗 我是几个月生的 生产时痛不痛 可大抵是没机会问了 这样代代相传的富人闲话 没有人能教导我 我只能眼睁睁瞧折 肚子一日一日变大 茫然而无措地等待着自己的叛妻 有孕八个月时 我早产了 不知是饮食犯了忌讳 还是孩子胎胃不正 总之是要生了 突厥的巫医 觉得我早产晦气 不停地念叨 白纸气不过 将他撵了出去 只留下两个仆妇协助 好在他虽未曾接生过 但好歹医术过人 我在簪帐里折腾了一天一夜 终于生了出来 婴孩的啼哭在破晓时分 传遍了王帐 帐帘被重重掀起 赫连鱼冲了进来 他的声音又急又快 男孩还是女孩 白纸将孩子包好 递到我怀里 眉宇间带着欣喜 是位小皇子 赫连鱼如遭雷击 被浇注在原地 目光又落到那一盆盆血水上 他漠然片刻 还是走到了我身边 怀里的孩子如小猫般瘦弱 赫连鱼忍不住伸出手 想摸摸他的脸颊 却恰巧被那只小手握住了手指 孱弱而温暖的触觉从指尖传来 赫连鱼眉心微跳 这是他的孩子 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我亲眼看见他眸中的冷意化开 竟有了几分慈爱 心中松了口气 可下一瞬 他轻声开口 杀了他把 我如坠冰枯 浑身的血液在此刻都开始凝结 我冷眼看他 就像是在看阴沟里的一条毒蛇 赫连鱼 当初是你执意让我生下他的 我明明 给过他选择的机会 他那时优柔寡断 如今孩子生了下来 他却开始杀法果断了 赫连鱼沉默了一瞬 被过身 杀了他 日后我们还会有公主的 可我只要他 这是我的孩子 由不得你做主 我生死历劫 像是知护厨的母兽 赫连鱼转过身来 那双眼再次变得漠然 他最后看了一眼我怀中的孩子 只留下了一句话 你若是执意如此 那他日后便只是你的孩子 他先仗走了 自此 再未曾瞧过我一眼 赫连鱼并未给孩子取名 甚至因着那日的话 我的孩子 连贯他父亲姓氏的资格也没有 也罢 那便随我姓沈 我想了三日 给他取名叫沃玉 沈沃玉 我希望他日后做个执笔沃玉的君子 而不是嗜血冷漠的野兽 赫连鱼不愿见我 我也唯恐他受性大发伤了孩子 第四日 我带着沃玉和白纸 搬到了赤杖 突厥的仆妇觉得我不知好歹 非要生下孩 如今赫连鱼又厌弃了我 便待我格外差些 每日里送来的饭食 总是掺着石子 送来的水更是泛着黄 不知加了些什么 白纸用银针试了诱试 还是不敢让我冒险 公主 您好歹是代表大靖来和亲的 这些突厥人怎么能如此待您 我明白 这些突厥人虽随性放肆 但这其中未必没有赫连鱼的授意 他想让我服软 想让我舍弃卧欲 重新回到他身边 可是 一个曾经做过企儿的人 又怎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饭食里有石子 便挑一挑 水不能喝 我们便自己去打 草原辽阔 取水的地方极远 白纸用整整石匹绸缎 才同一个仆妇换得了一辆推车 从前带来的那些精气银器 如今看来 竟是半非用处也没有 但纵使日子艰难 看着卧欲一日一日长大 我也能熬下去 又是一年春日 草长应飞 风光辽阔 白日空闲 卧欲便拿了风筝去放 那风筝是白纸给他做的 远比不上京中所售卖的那些纸鸢精巧 但卧欲喜欢得紧 卧欲拽着针线奔跑 笑声游远极尽 他登登登跑到我跟前 一张小脸热得汗津津的 却抬手指着远处问我 阿娘 那是什么 那拖着货物的队伍在草原上拉得老长 唯独香笼上的黄蜂叫我眼熟 我轻声道 是大敬的碎供 碎供是什么 有吃食 有金银骂 我摸摸他的头 有 卧欲若有所思片刻 半晌后 扬起小脸笑了 我晓得了 他们说碎供就是输了的人给赢了的赔礼 大敬输给了我们 所以才要给这许多的好东西 阿娘 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打赢大敬 我也要赢这么多的碎供 卧欲已经三岁了 他既长得像赫连鱼 又长得像我 从前 我并未发觉 可如今 我瞧着那张兴奋的小脸 和眉眼处透露出的战意 我惊觉 这孩子 竟在前一幕话中 已经将自己当成了突厥人 完完全全的突厥人 我浑身发抖 颤着手打了他一耳光 卧欲不明所以 哭了起来 我开始愧疚 既愧疚自己未曾教导好他 又愧疚自己不能带他逃离这里 胸腔中的某处细细密密地泛着疼 我将卧欲搂进怀里 耐心告诉他 输与赢 对与错 本无甚分别 立场不同 形势便不同 阿裕 你要晓得 娘亲与你都是大靖人 迟早有一天 你皇舅是会来接我们回家的 小小的卧欲想了想 替我擦去眼泪 重重点了点头 卧欲五岁那年 我不慎受了粮 迷迷糊糊发起了高热 从大靖带来的药品早就已经消耗殆尽 白纸只能去了主扎 赫连鱼眉头微皱 他病了 公主受了寒 如今高热不退 性命垂微 求克罕赐一碗汤药 白纸跪伏在地 连连叩首 赫连鱼并未拖延 乌医 乌医走了进来 却并无动作 只说 克罕 大靖已经一年未曾送过碎贡了 他们既不守承诺 我们又为何要顾惜和亲公主的性命 突厥人由牧而生 靠天吃饭 本就艰难 又没了大靖的碎贡 难免愤懑了些 赫连鱼锤眼 思量了片刻 只对白纸说 若是要汤药 让他亲自来讨 我烧得浑身滚烫 自然是去不了的 白纸心急如焚 只能打了盆凉水 将帕子 递到卧玉手上 阿玉乖 帕子热了就头一变 再凝一凝 卧玉小小的眉头皱在一起 这样 阿娘便会好起来吗? 白纸抢笑着点头 独身去了月山 那是突厥人采药的地方 白纸盼望着 能寻回些有用的药材 将我从盐望殿捞回来 可奈何天不遂人愿? 当天夜里 下了场时雨 拳头大的雪块砸烂了粘杖 也砸死了不少牛羊和马匹 一夜之间 突厥损失无数 或许是老天不想收我 我欲凝了一遍又一遍帕子 又将那拳头大的雪块放到我额间冰敷 我终于是退了高热 赫连鱼来看我了 小小的卧玉缩在杖围后 只露出两只眼睛 见我好端端地坐在榻上 赫连鱼冷笑 我早该明白 你是骗我的 你们中原女子 最是奸华 言语间地控诉 仿佛她才是被背弃的那个人 我有些想笑 可汗是想看我病死在榻上 还是想看我匍匐在你脚边讨饶 赫连鱼谋光一致 背过身去 我今日已经给你皇兄传了书信 若是三日后碎贡未到 我突厥必定北上 灭大净皇室 夺大净国土 届时你代如何 历来和亲的公主 一旦开战 不是以身殉国 便是以身殉夫 还能如何 我扯扯唇角 可汗想我如何 赫连鱼的声音变得迟疑 若是大净国灭 你便不算是外族之人了 那他也 算是我的儿子 他抬眼望去 两双一大一小 却无比神似的眼睛 隔空对视 赫连鱼像是被烫到了一般 不自然地别过头 等着我的答复 可汗说笑了 他姓沈 是大净人 赫连鱼注视我良久 眼中有质寻 有探究 却唯独没有一丝愧意 你恨我 对吗 帐外风雪出些 万籁俱寂 我吐出一口浊气 恨不恨的 很重要吗 赫连鱼拂袖而去 他未曾想到 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 又过了三日 白纸还是没有回来 人人都说他为了采药 已经葬身月山了 可我晓得 他此刻怕是已经在大禁军中了 那日 我故意泡了冷水 让自己发了高热 我心知赫连鱼并不会救我 却会因为不想看着我死 而放松戒备 让白纸去月山采药 可他不晓得 白纸不仅精通医术 还善天下 他早就知道草原会下一场食雨 便趁着混乱之际逃了出去 随身带者的 还有突厥王杖的布房图 那些路线和位置 都是我借着打水的名义 用茶叶或者布匹 从突厥仆妇口中打听出来的 虽不如王杖中赫连鱼画得清晰 但盛在惊细 连羊长小道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赫连鱼没有等来碎贡 他等来的 是大禁的军事 一别七年 卧玉已经五岁了 而大禁 早已经缓过气来了 如今兵强马壮 玉干燕肥 从前耀武扬威的突厥 如今被这十语一交 也见了颓势 若是在陆明关一战 赫连鱼或许还能力挽狂澜 可如今 大禁的军队直倒黄龙 杀到了草原上 赫连鱼慌了 连夜带着军队出征 走前却还不忘让人将我关押 我明白他的意思 若是战胜 我便是泄愤的对象 若是战败 我便是讨饶的筹码 和亲公主的下场 向来如此 这是我和卧玉被关押的第三日 三日前送来的饭食早就没了 连茶壶里的水也消耗殆尽 看管我们的士兵 起先还守在门口 后来便没了动静 我想逃 可那门怎么也撞不开 钉死了的窗户翘也翘不动 我泄了气 抱着卧玉靠着床榻坐在地上 空荡荡的肚子 像是两张皮 紧紧贴合在一起 卧玉也饿得没了力气 嘴唇泛着死皮 我怕他睡过去 便开始讲故事 讲从前在长街乞讨时吃到的那只鸡腿 讲换衣局里鸡腸露露食的那半块冷馒头 也讲那只凶神恶煞的大黄 卧玉开始笑 扎巴着嘴开始回味 阿娘 我想起半年前没肯干净的那块排骨了 好可惜呀 我摸摸卧玉的头 排骨算什么 慈安宫的糕点是全天下鼎鼎好吃的 阿玉一定要尝尝 阿玉和阿娘都要做绝处逢生的人 我没告诉他 我其实也在想 我想慈安宫那些珍修美食 像阿娘那双永远温热的手 和鸣灿那张得理不饶人的嘴 也想起从前那个饥寒交迫的小乞丐 他快要饿死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他那时想的是 好想吃一张糖饼啊 如今 我想的是 好想我的卧玉 能吃上一张糖饼啊 昏昏沉沉间 我击灵了一下 逼头却瞧见卧玉已经闭上了眼 不 不行 不能睡的 卧玉怎么摇也摇不行 我急得满头大汗 脑中有灵光闪过 粥 震灾的粥 若是能有一碗热粥 就好了 于是 我用匕首滑开布袋 温热的粥倾泻而下 落到卧玉唇边 红艳艳的 竟是一碗红豆粥 喝了粥 我的卧玉就会醒了 我抱着它 安安心心地入了梦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破晓 晨光从窗凤照进几缕 我听见了大静冲锋的号角声 和突厥人跪地讨饶的声音 大静胜了 我欣喜若狂 清晃怀中的卧玉 它却紧闭双眼 直到发觉怀中小小的身躯早已僵直 我想呼救 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卧玉 我的卧玉 阿娘还没来得及带你看看 大静的风光呢 半晌后 我悲痛出声 痛意自肺腑处蔓延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蟹衣视角 鲜血 匕首 孩子 母亲 我找到另一公主时 瞧见的便是这样一个场景 她失血过多 早已昏厥 可那双手 却紧紧抱着怀中的孩子 掰也掰不开 另一公主需要医治 小公子的失手 也不能久放 白纸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母子二人分开 在突厥清点残兵与俘虏的第三日 她终于醒了过来 没有悲痛 没有喜悦 没有愤懑 也没有逃出升天的庆幸 甚至 没有一丝生机 阿玉呢 我并未说话 只看向暗桌上那一方小小的黑木匣子 不忍告诉她 那个小小的孩子 已经化成了灰烬 另一公主侧过头 也瞧见了那匣子 她竟很迟缓地弯唇笑了 也好 却有细碎的泪意从眼底折射出来 泛着晶莹的光 我想起三日前的战场上 那个嗜血狂傲的少年可汗 也说过这句话 也好 好什么呢 我不明白 战场上 两方军事惨烈地厮杀 鲜血浇注在地上的兵团上 叫我想起了某年春日里 同明灿吃过的那碗鹰粉团子 我低下头 出征前擦拭干净的红鹰枪 早已被鲜血洗了一道 赫连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手中的长剑已经断了刃 却还紧紧握在手中 三五成群的大靖士兵试图去围剿他 却一个接一个倒下 少年眉眼燃血 手提长剑 像是地狱修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倒下一个 还有千千万万个 斩杀了无数兵士后 终于有长刀从他胸前划过 在那小兵举起长刀想要了结他时 我阻止了 另一公主在何处 赫连瑜浑身浴血 笑得诡异 我为何要告诉你 她是和亲公主 理应为突厥陪葬 可他也是你的妻 赫连瑜愣住了 那双淡漠的眼湿了神 不知在想些什么 潮湿的草原上弥漫着鲜血与硝烟的味道 突厥的战旗已经倒下了 我不愿再与他废话 提起内感 曾杀过无数突厥人 也曾被敌方插进我父亲胸膛里的红鹰枪 我想他也该尝尝复仇的味道 可赫连瑜开口了 他在王帐旁的杂屋里 快去救他吧 也舅舅 我的孩子像是在留恋什么一般 他抬眼看向天边出生的红日 仿佛在笑 又像是在哭 他渴出一口血 欲言又止 最后只说出一句 也好 下一瞬 他抬手将什么东西插进了脖梗里 飞剑出的鲜血落在了红鹰枪上 我这才瞧见 那竟是一只女子的发簪 罢了 也好 大战结束后的第十日 我们启程回京了 不同于来时的漫长 同样的路程 归家时总是要格外欢快些的 大军进城时 无数百姓烈到欢呼 雀跃的声音 却在看见我的叫碾时止住 路边有孩童疑惑 阿娘 那是谁呀 那是从前去突厥和亲的公主 说来也怪 这突厥可汗都被斩杀了 身为她的妻事 这公主怎么还能回到大静呢 听说那时本可以发兵讨伐突厥 是那位公主非要自请去和亲 这才嫁给了突厥可汗 若是大静当时便发兵 保不齐早就平复边关了 哪里还用浪费那五年的碎工 要我说呀 说不定就是那公主自己亲目突厥可汗 这才自请和亲 听闻那突厥可汗声的也是一副见眉心目的好模样 嘖嘖嘖 女子乱国政啊 我放下车脸 那些细碎的议论声却还是钻进耳朵 心中却有一丝小小的庆幸 我竟然在庆幸 卧欲并没有机会同我一起返京 否则 我该要如何同他讲呢 难道要我告诉他 阿娘从前拼尽一切捍卫的故土 如今已经不欢迎我们了 我望着万间那道蜿蜒的疤 有些出神 直到 放你们的屁 从前另一公主和亲是为了大净安危 若不是公主远赴突厥 你们这些人怕是早死多时 竟还敢在这儿叫嚣 听了这话 有人恼怒起来 大声质问 你是哪家的姑娘 竟如此不知礼数 可敢报上名来 日后找寻妻事时我必定避着走 那女子微微一笑 仰起头笑得猖狂 宫中沈家的 若是有胆子 便叫你老子打到公主府去 还有 像你这般的癞蛤蟆 我可看不上 那人瞬间哑了火 灰溜溜走了 下一瞬 车帘被人掀起 那人弯唇骂我 笨蛋阿满 旁人欺辱你 你便不晓得还口吗 掌嘴就为了吃饭呢 心中似乎有什么地方被甜得鼓起来 我伸手将她拽进了车里 明灿还是那个明灿 一路上 她唧唧喳喳 同我说了许多 她讲阿娘有多么思念我 一讲皇兄如何愧对我 也讲我自请和亲那日 她有多么想痛骂我 却唯独不讲她自己 我目光落到她晚起的发际上 你成婚了 明灿垂眼 笑者点头 我心中欢喜了几分 又问 那你与谢 公主 到了 谢义拉开车帘 低垂的眼不曾与明灿接触半分 明灿笑者拉我下车 擦身而过时 我瞧见谢义腰间空空如也 可明明 在突厥时 那枚香囊还挂在她腰间 娘子 一青山男子站在宫墙下 含笑轻唤 明灿小跑到她身边 冲我扬起一个笑 阿满 这便是我夫君 我笑者点头 假装没有瞧见 身旁少年将军低垂的眉眼里 那一闪而过的落寞 也罢 这时间 总是有着许多的阴差阳错 阿娘告诉我 明灿嫁的 是赵侍郎家的公子 便是从前得太妃为她选的那一位 我和亲后 明灿便自请退了与谢义的婚约 无关其他 只因历来我朝驸马 皆不掌兵权 不攀权势 谢义与她成婚 便是在骁勇善战 一辈子到头 也只是个轻车都尉 明灿不愿 她晓得 谢义日日擦拭的那杆红鹰枪 有多么渴望刺进敌人的胸膛 也晓得 如今的大靖 没有多少可用的将帅之才了 所以 她嫁给了阎官赵靖 阿娘拉着我的手 又哭又笑 直言 若是我像明灿一般 嫁一个青散阎官 也不用受这许多的苦楚 可我晓得 明灿心里的苦 未必比我少 但如今 再不好过 也都好过了 此安宫的床榻一如既往的温暖 糕点也一如既往的香甜 李姑姑不再日日凑到我的床前换我起身 反而我有时睡不着 起得早些时 她还会劝我 左右无视 公主不妨多些些 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往日倒头就睡得软踏 如今夜夜无眠 从前狼吞虎咽的糕饼 也再尝不出香甜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阿娘越发纵着我 夜间睡不着时 她总会坐在我床边 那双细腻温热的手掌 在脊背上轻拍 哄孩子一般 我却也神奇地能睡上一觉 开春时 皇兄命人在城中设了粥铺 我在慈安宫待得无聊 便叫上明灿一起去凑热闹 京中的流明已经少了很多 从前人满为患的街角 如今也只有零星几个乞丐 那空碗里放的竟不是铜板 而是碎银子 我有些扎舌 明灿笑着告诉我 皇兄本就勤政 自你和亲后又格外勤勉些 如今朝廷出了心政 身强力壮的流明 也都能寻个差事混口饭吃 乞丐少了打赏自然就多了 说来也巧 那诗舟的娘子 竟还是从前那一位 如今起而少 围在舟棚前的人并不多 老请娘子也替我咬上一碗吧 那娘子愣了一愣 目光落到我衣裙的云纹上 急忙恭恭敬敬地咬了一碗粥 递到我手中 粥熬得很稠 颗粒完整 像是今年新下来的新米 本以为是她特意照顾 可转过头 身旁的企儿喝得也是一样 浓厚的米香钻进鼻子 我低头想尝一口 可有些东西落到了碗里 白粥变成了红豆粥 呀 可惜了 我再次醒来时 慈安宫已经围了一圈人 连在御书房义正的皇兄也来了 阿娘摸摸我的脸 告诉我 我只是身子虚了些才晕倒 并没有什么大碍 我假装没有瞧见众人眼角的如师 笑着点头 可其实我晓得 我的身子已经糟透了 在突厥的那几年 我担惊受怕 饱受苦寒 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在窘迫 都能苟延残喘的小乞丐了 我想 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开始很放肆 我带着明灿去千里池抓紧礼 去藏书阁看尽书 去宝华殿偷贡果 也去御书房吃糕饼 这些都是从前我与明灿 想做 却又不敢做 或是碍于公主的身份 不被允许去做的事情 如今做了个遍 好像也没有很开心 我又想起了宝珠姐 李姑姑自然是无有不应的 立马便派人去请她 一晃七年 宝珠姐已经做娘了 一左一右两个胖娃娃 紧紧拽着她 不肯撒手 直到李姑姑端出糕饼果子 两个小家伙才欢天喜地地随她去了 我问宝珠姐 这些年 你过得好吗? 自然是好的 我如今有狼婿 有孩子 还有一家不大不小的馄饨铺 吃穿不愁 衣食无忧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脱腮看着她眉眼间燕足的光 只觉得 真好 那你呢? 阿满 我笑 我有什么不好的 我如今是公主了宝珠姐 你看 我这衣裙是织金漏花的 鞋子是鼠锦共断的 发簪式 我抬手向她展示 像是炫耀糕饼的孩童 可宝珠姐叹了口气 那双漂亮的姓眼里 是我看不懂的东西 可是阿满 开心是会笑的 你的眼睛在哭 我摸摸脸颊 并没有泪水 可心中某一处 却泄了红 日落西山时 宝珠姐走了 临走前 她从衣袖里 掏出了一包梨花糖 从前在换衣局时 时常见赵嬷嬷吃 我那时馋得不行 如今却得偿所愿 吃了那包梨花糖 我好了许多 用晚膳时食欲大振 仿佛又变成从前那个贪嘴的阿满 李姑姑欢欢喜喜地替我添饭 阿娘亦是如此 那天晚上 我睡得很香 夜里 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 梦里有大黄 有鸡腿 有那只破瓷碗 还有换衣局的半个冷馒头 可最后 都变成了贺怜鱼那张冰冷决决的脸 她说 你若是执意如此 那它日后 便只是你的孩子 再然后 是卧玉那张灰白的小脸 卧玉 我的卧玉 我从梦中惊醒 枕榻早已被泪水打湿 阿娘坐在我床边 见我醒来 那双素白温润的手一下一下轻拍在我背上 阿蛮不怕 阿娘在 我往前凑了凑 用脸颊蹭着她的手掌 阿娘 我想听那只童谣 刚来辞安宫时 我睡不安稳 阿娘便时常会唱童谣哄哄我入睡 如今 听我如此要求 她不由失笑 都多大了 还这般爱撒娇 下一瞬 轻柔温软的曲调传入耳朵 阿蛮乖 阿蛮好 两只黄狗来抬桥 一抬抬到城隍庙 哎呦一声跌一跤 捡得一块微年糕 脑中有困意袭来 我闭上了眼 失去意识的前一刻 我想起了那只臭水沟里的破瓷碗 好可惜呀 我想 我不要做公主了 名灿翻外 阿蛮走的第二年 我生下了平安 平安满月那日 皇兄大赏六宫 连换衣局的低等婢女都得了赏赐 长长公道上 我瞧见那个小姑娘欢天喜地的小跑 可她手中捧着的 不过是叠白玉膏 我想起阿蛮曾说过 最狼狈时她曾同恶狗争过时 那是怎样的苦难 我不敢想 可母后如今过的 也不遑多让 她将自己关在慈安宫 日日让人坐了高 却不吃 直到变得冰冷 工人便会换上新的 那些从慈安宫里端出的点心也并未倒进干水桶 反而是赏给了换衣局 慈安宫的大门常年紧闭 除了皇兄日常请安 也只有在我带着平安去时 才会打开 平安是个极调皮的小姑娘 三岁上正是猪狗都闲的年纪 她在慈安宫上蹿下跳 不是打碎了前厅的花盆 就是扯落了内阁的连杖 母后并不恼怒 反而纵着平安胡作非为 直到平安溜进了阿满的寝格 阿满走后 这里便被母后封了起来 除了日常打扫 从不让人进去 里头的义婴装饰 同阿满在时一模一样 我晓得 这与母后而言 是个寄托与怀缅的地方 不由动了怒 揪着小兔崽子的耳朵 就想上手 你父亲速日宽纵你 今日为娘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免得日后长成个翻墙落瓦的姑娘家 眼见那巴掌就要落到她屁股上 母后拦住了我 她说 随她去吧 若是阿满在 也是会纵着她的 我想起阿满的脸 也想起那匣子被我放在庄台底下 一颗都未曾动过的男猪 终是霸了手 平安溜得道快 躲到她皇祖母身后 冲我扮了个鬼脸 却又像想起了什么一般 眨巴着眼睛 阿满是谁 母后摸了摸她的头 她呀 是皇祖母的宝贝 也是平安你的姑姑 平安用力地想了想 又问 是哪个蛮 蛮头的蛮吗 我看见母后眼中今年的悲痛化开 逐渐凝集成一片向往 她弯了弯唇脚 答道 是啊 是蛮头的蛮 蛮头的蛮臂 有什么东西 蜂蜜之痘